我先把我的範例下载下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打开这个 例如说Chrome 因为我的讲义範例全部都放在Google云端硬碟 所以就打这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 其实我现在大概 我又再重新把我所有教授过的课程 分门别类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有我教Adobe公司 Illustrator,Photoshop 甚至影片剪辑Premier 甚至下面还有Ecell 你看光是Ecell 我其实还蛮喜欢Ecell的 那Ecell还有另外一套就是大数据分析 下次我就希望来教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在这边 然后当然还有像PowerPoint的简报制作 Table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头系 就是大数据分析 还有Visio,我的YouTube 甚至Google Google公司的Analytics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 要找对今天的日期 2018年10月2号 我的高效文件制作 然后接下来你就点这个范例下载 或者是这个讲义 我就放在这里面 所以点范例下载完毕之后呢 这边就有我相关的范例 像我们等一下 那我是要从样式开始讲 当然最后就会交到合并令 合并令绝对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 绝对不是要用复制贴上 今天因为是要提高效率 绝对不是用复制贴上来去做事 用复制贴上那是最没有效率的 提醒你们如果耳后 你有重复做复制贴上三次 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写信问老师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第四次的复制贴上之后 那都是浪费时间 可以了解 如果一件事情 你要做复制完毕之后 再做贴上这一次了 又再做了一次复制贴上 又再做了一次复制贴上 这时候你不要再做了 再继续往下做 你可能就会有做错的可能性 这时候建议写一下信问老师 看看有没有 更好的做法 你今天就会听到非常多 可以取代复制贴上的做法 那我们先来讲 下载下来这个范例 例如说这个Word Office2010 怎么下载呢 这个档案左上角点一下它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下载了 它就自动在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个薪水单下载下来 然后薪水单的以色谷的档案 还有定义样式 因为我看过非常多文件 一下要用大写的E 一下要用那个横的这个E 或者是要左右加刮弧 然后接下来放阿拉伯数字 反正它有非常多种各式各样特殊的定义 那我接下来就一一跟各位介绍 首先 詞曲 李宗盛